无论民众是同意与否 至少可以确定的是 洪家人觉得真相并没有因此大白 而是重重举起轻轻放下 而现在洪家人是陆陆续续来到陶检现场了 他们的最新反应 立刻把时间交给外场记者吴亦轩 还有主播张亚提 好的汉珠 各位观众持续来关心洪仲丘案的最新发展 军检呢在上午九点召开了记者会来公布的是起诉说内容 而陶检也加快脚步 今天呢是约谈的告诉人 在稍早洪家律师以及洪大姐以及洪舅舅都来到了现场 来到陶检这边 那其实呢针对今天早上公布的起诉书内容 对洪家人来说他们是十分不满意的 而详细状况呢我们要请一轩来告诉大家 好的雅婷还有各位观众 其实我们刚刚在现场观察到洪舅舅的情绪 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而且他甚至弄抢军方还有政府毫无回忆 根本针对这个侦查的内容 他们认为军方完全没有这个忏悔的意思 我们先来听听洪舅舅怎么说 退伍在即 他的动机竟然写成说他不要背直星 引起按左线他们的不满 这真的是哪是这哪门子的真相 我个人都当过士官 我也是当过士官 我退伍的两个月几乎都是 他捐忠潜规则老兵要退代退的 本来就不用背直星 竟然被当成一个 被当成一个动机 大家讨厌他痛恨他的理由 这些根本就是一个污名化 怎么样把他丑化 国军现在还在干这种事情 从7月10号以后 军方就没有再派人到我们家里来关怀 几乎没有 已经把我们当作敌人在打 为什么呢 第一点 我们在莫名之中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手机都BBBB或是断讯 后来包括所有的家人 我姐姐律师团 包括高大成医师 所有的所有通通被监听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吗 有悔改心吗 有忏悔心吗 把我们当成人在打 他说军方的人员看到他 根本就像看到鬼一样 把就像前几天 他们回到269旅来模拟的时候 这军方人员军检单位 以及包括了曹金生 看到这个洪家人 根本就像是空气一样 而且呢看到也不打招呼 全部的人都板着一张脸 这让洪家人非常的不满 而且不解 今天受害的人是我们洪家人 怎么搞得好像你们军检单位的人 才是被害人一样 而洪姐姐今天来到现场 她其实还是戴着大口罩 不过呢 她今天的无力会比平常还要来得重一点 不过她也说到了 针对这个侦查的结果 他们说这其实是预料中的事 好像一切都照着这个剧本来走 不过她说这个结果呢 他们打了60分 而且她还讲了一句话 她说呢 真相是永远没有办法被还原 而这句话呢 根本就是呢 如如实实的呈现了 这个洪家人对军检单位的失望 雅婷 没错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舅舅非常的气愤之外 姐姐是感到非常的无奈 而其实呢 针对今天整个起诉说内容 在昨天的时候 洪家律师团原本是希望说呢 是等到修法之后再来结案 但是没想到军方呢 在今天早上还是开了记者会 然后就对外公布了整个起诉说内容 而对这样的做法 洪家律师团有什么样的表示呢 而其实洪家律师顾立雄 她的意思呢 就是说她有两个字 她说非常的遗憾 她说其实呢 昨天就是很紧急的来申请说 来发出声明说呢 希望能够等这个修法通过了之后 再来申结 没想到军检单位 还是在今天早上申结起诉了 这样子的做法呢 相当的草率 而且呢 他们其实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说 能够透过修法之后 有第三方的介入 这样子整个这个申结的内容 才会比较有公正性 不过现在军方 还是在今天就申结了 等不到这个修法的通过 对于这个洪家律师来说 是相当的遗憾 而他们其实还有提到 一点哦 其中包括了这个 禁闭室以及介护室的市长 他们其实有涉嫌的过失 致死的部分 他们认为说 其实他们要替这些小兵 来喊不平 抱不平 因为他们认为 这是制度杀人 这些小兵平常 所受的训练就是这样 也没有人多替他们督导 也没有人来多替他们 这个培训 所以说他们对于中暑 对于这些紧急的处理方法 其实他们其实不太了解 所以说你把拿这个 重的最佳在他们的身上 其实宏家仁是对于这些小兵 左抱抱不平的 其实呢 我们先前呢 这个顾律师也讲过说 大家是希望把这个方向 把希望放在陶检身上 但是昨天 昨天呢 这个调查局的部分的报告出炉 针对这个黑画面的部分 是表示他们是已经是比较排除说 人为因素可能性不太高 那据说接下来陶检侦办方向 也是往这个方向吗 其实呢陶检现在对于灭阵的部分 他们查得非常地仔细 可是呢他们对外 因为侦查不公开的部分 他们都是封口的 但是现在好像说 有相当多的证据都朝向 非人为因素 像是呢这个网路线有老旧的可能 以及说呢这个调查局的鉴定报告 好像也是朝非人为的因素造成了 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看来 如果说整个是朝向非人的因素 那查不到呢具体是证的话 那么唯一这个灭阵案 唯一的被告陈一鸣 他很有可能就全身而退了 而针对这个部分呢 其实检方稍待一会 可能也会做出回应 但是呢真的今天早上 军检就已经起诉了 会不会对这个检 逃检来说有压力呢 其实检方说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办了 也不会说收到军检的脚步来加快 他们其实说像能够尽快就尽快 但是呢该查的其实还是要查 嘉宾 在早上起诉说的内容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目前是这个借户是陈一鸣的最最重 那其实刚刚宏家大姐表示说 他觉得呢该承担的应该是高阶长官 而不是下面这些小兵哦 所以呢其实也感受到说 他觉得这样的结果是非常不满意 同时我们刚刚也听到宜萱讲了 大姐就说真相无法还原 他只希望能够比较接近事实是非常的无奈 而另外陶检的部分呢 其实也有外传说 在八月色号也就是洪仲秋告别室呢 会之前来结案 不过陶检表示没有时间表 只要有真相就会立刻来对外公布 而至于目前的侦察庭呢 还在进行稍后陶检的最新说法 我们随时为你掌握把时间交给韩主